因为我很想就知道妈妈的一个秘密 她不是我们村里的人 她是云南人 她17岁打工的时候 被骗来这里 然后逼着和爸爸结婚 她一直都很想走 有一次坐着火车回家 但是还没有到家的时候 她想起我 她放不下我 所以她又跑了回来 这么多年 就是20年了吧 妈妈一直都没有回过她自己的家 所以我想让她回家 我外公一直在找她 6月18号来到了我们家 外公是怎么找到你 因为我做手术 需要十多万嘛 我妈妈就找那个当地的记者 就是上报纸了嘛 然后我舅舅上网 看到了我们的事情 然后就找到了我们家 那我有点不明白 妈妈既然离开家都这么多年了 她干嘛不愿意跟着外公回去呢 要你来告白劝她呢 因为我们家里 其实都是靠妈妈来打工来挣钱 我奶奶她们都不喜欢她 如果妈妈走了话 这个家就不能再生活下去 她是根本连家人见都不想见 还是不愿意回家 她不想见 见的话外公一定会把她带走 我们编导告诉我们说 外公今天来了 他现在还在我们的第二现场 我们把第二现场打开 你还能站吗 能 能 那我们回个声 来问一下外公 你好 外公 旁边的那位男士您是 我是 李娜的舅舅 你最近一次见李文粉 什么时候啊 差不多现在时隔 将近20年左右 20年你没见到姐姐了 没有 姐姐走的那年你多大呀 懵懵懂懂的 当时我 我才上了小区二连级 但有一个问题是实在的 也许您的姐姐李文粉 离开家里太长时间 她不敢面对 又或者是因为她在河北 还有自己的家 她不能离开 因为一份责任 你可以理解吗 我不怕理解的 谁来理解我爸这种白话 她先理解我爸 我可能会理解的 谁又来理解我爸 我妈 我要把我的女儿 带回家 就是我想问的女儿 在家问法呀 我心中还就十分的疼痛 那你们师父 是不是愿意 把李文粉和他的孩子们 都接到云南去呢 只要他愿意的话 这孩子 我们能把他接过去 行吧 你们先休息一下 先平复一下心情 来 把屏幕关了 说实话 你跟哥哥愿意回云南吗 跟妈妈一起回去 我愿意 我如果哥哥和我再跟着妈妈 去外公家 过那种好生活 那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我们心里 我们应该有责任 去承担这一切 但除了责任之外 你真的 在这个 河北的这个家当中 除了妈妈之外 你感受到了别的爱 奶奶对你好吗 奶奶不喜欢我 他们都喜欢儿子 而且 我从小就有病 然后多少次 都跟妈妈说 你把他扔了吧 你重新生一个健康的 然后妈妈就这样 就这样 用他自己的力量 把我养这么大 医生都说了 都跟我妈妈说 我妈妈能把我养到17岁 就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你跟你妈妈好像啊 在这个家庭当中 都得不到温暖 奶奶不喜欢你 也不喜欢妈妈 但你们偏偏还要待在这 因为一份责任 你是从妈妈身上 学到这份责任吗 是 但你并不快乐 但是我觉得责任更重要 20年前 17岁女孩吕文粉 跟随于男家乡的姐妹们 挽住工作 懵懂中 不幸被带到了 河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被迫与现在的丈夫 组建家庭 在吕文粉被迫组建的家庭中 有几个现实的情况是 丈夫高度近视 并车祸 握冰在床 女儿李娜 先天挤住侧弯 婆婆 身胖癌症 全家的政战 都落在了吕文粉身上 20年来 吕文粉对家乡亲人 极度思虑 也对自己的遭遇 极为不满 但是 在父亲苦苦寻找20年 终于能相见的时候 吕文粉却躲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 吕文粉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那么今天 她会来到现场 接受女儿 以及寻找她20年的父亲的告白吗 我们可能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当事人吕文粉吧 想要知道 这个妈妈到底是怎么想的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你能下吗 你小心点 好 回过头来 我问你几个话 你妈会来吗 她那么倔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来 但是 我觉得她会来 她来了之后 还是不答应呢 要怎么办 我会想办法让她回去 如果妈妈反过来 提出来说 行 要一起回 那你愿意跟她一起回吗 我不回去 我要留在这个家 好吧 你跟你妈一样去 让我们一起到处五个说 看看吕文粉会不会来到现在 五 四 三 二 一 七安见 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可能是对于自己所恨的人 但只要是家人 他也有责任 我现在已经是行尸走肉了 行尸走肉 对 我很难从一个农村妇女嘴巴里面吐露出这四个字 我就是行尸走肉 那你说一下为什么你是行尸走肉 什么爱情 什么交情 什么友情 什么美好的生活 什么工作 什么穿漂亮衣服 对我 我现在就是要我的女儿好 把我的那一条踩着 完成的妥善的安排了 这样 我放弃我的父母 我太会心爱里的 我每天还想我的父亲 我每天都在那酒楼里哭 当我累了 累了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一个家旁可以依靠 我的女儿 是我生存下来的力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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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